新美市长侯友宜代表国民党参选2024总访后 一改保守姿态 转手完工 首场粉丝见面会选在三重综合体育馆举行 借由吴子佳的董事长开讲网络节目 火力全开 力拼政党轮替 20分钟的演讲 侯友宜直接把炮口对准民进党 怒向绿营用二分法 把人民分为亲中或亲美 导致选举变成爱台与不爱台的比赛 炒例两岸对话交流人 经常被贴上中共同日人的标签 无行之争 把台湾亲文为看中保台跟亲中卖台两种人 把凑凑复杂两岸的国际问题 变成低成本 国民党前台南司议员谢龙介与台北司议员许小新 也分别发表演说 针对民进党总统参选人赖清德 说国民党没有民主的DNA 谢龙介与以严正驳刺 民主自由的DNA是我们两千三百万人 台湾人 大家都有养对不对 对 这样你爬爬爬爬 又要跟你爬爬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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爬 你爬爬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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青红采访报导